XF的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新節目和你砌 砌什麼呢?普通的電腦?當然不是啦 我們來玩自組水 這個節目會簡單地講解一些組裝的技巧 一些水冷的知識 以及會推介一些我們覺得不錯 或者幾特別的產品給大家 每部機器就會視乎改裝的難度分為2-3集和大家談讀 講了那麼久可能大家還未知道我是誰 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阿梁 是XF的水喉爐 以後就請大家多多指教 有什麼提議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聽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就來開始我們第一部水冷機了 我們第一部的水冷機就是離齊小油 一部水冷機 以我所知小油間房就不算大 所以我特意選了一隻Nix H200i ITX機箱 來幫小油去砌這部機器 除了機箱之外 大家都看到我台頭很多零件 我現在就跟大家逐一介紹一下 但是我看來elercelor hvis你喜歡的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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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配置我就跟大家讲解我会怎样改装这部机 由于考虑空间和实际需要所以这部机我只会用一个水冷重员系统去串联CPU和显示卡 大家可能问一套水冷系统?难道可以多装几套?当然可以了 水冷是一门考功夫的学问水路的多少都可以因应你的空间、外观和散热的需求而增加 一般来说单水路和双水路就最为常见了 什么是单水路什么是双水路呢?大家看看以下这幅图 双水路你会见到有一组水路是负责CPU而另一组水路是负责VGA 两条水路各自运作这种方向通常会在一些比较大的机箱才会做 但玩水冷可以好自由的呢?其实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的玩家都试过在小机箱里玩双水路 连我自己都玩过一下看完双水路我们讲回单水路吧 单水路即是一部机里面只有一个循环系统 无论它是用了CPU加GRAPHIC卡还是只用CPU 只要它是一个循环它就是单水路 这种水路是最多人组装水冷的方式 亦都是最基本的方式 其实除了CPU和显示卡可以玩自走水之外 近年来都越来越多产品可以玩自走水 例如有些底板上的VRM CPU供电位都可以直接接驳水冷系统 除了底板、RAM、SSD 就连火牛都出过很多不同的自走水产品 当然啦我玩不起 你有钱的你可以找我帮你的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 其实今集主要都是想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让大家认识一下自走水是什么 下集开始我们就会正式教大家去设置一部水冷机 如果有兴趣的千万要记得follow我们 按一下小铃铛 有什么问题或者想看的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 等我们下集的时候再看一下尽量做给你们看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千万要记得留意我们之后出的视频 按一下小铃铛 还有些什么做 小铃铛 你在问的观众吗 不是呀我不看YouTube 除了小铃铛有什么 哈哈哈哈 自己拍youtube 不是youtube 我真的 你真的要CAP